現在要通報可能要診斷 這是這個新北市政府 現在為了要解決說 一些通報讓人放鬆的問題 當地研究 看是不是要診斷的人 在要診斷要來上兩點 的生命到有口 拿到這個診斷 就快來診 通報了 在通報電臺 到我看見很可愛 讓人越看越驚喜 英國為了驚訝民眾 一直衝動 要診斷 所以新北市發生的規定 在每次診斷 民眾要先兩點 整個的生命到有扣定 提到認證才能飼養 那違反規定的嚴責 可以出一萬到五百個罰款 上課的目的是 為了要讓市主 能夠了解狗如何飼養 跟狗建立比較好的關係 避免因為選到不適合的狗 任意飼養 新北市政府整個的扣定 包括了 憑狗刺的靈力 到如何飼養的扣定 讓民眾買狗的增情 有時間當時刻確定 恥高的關心 你養一養又把牠氣養了 那不是 對不對 我是覺得OK啦 可以啦 也很麻煩 會很麻煩 覺得蠻花時間的 對啊 民眾的歡迎不一樣 有飼養認為說 若是市人自己所親的狗 放在這裡 沒有合法的關注所賣的狗 也應該要想法 我覺得公平房 對啊 公平 會覺得不公平是因為 因為我覺得有些也是自家 自家繁殖的 新北市政府保守的國際 在每年新北市 被人放三個狗子 就三四百隻 經過七千多隻狗子比安倒市 所以希望主席的環桃就做完 正的紅環規範 這次發明人真正是 今次會讓人真正的路線 會讓對嚴責加持住 得到警惕的作用 才會看新北市政府的 進行的關心 記者中華報道